大家好,欢迎来到《默路广欢》 今天介绍的泰国恐怖片是《这个高中没有鬼》 这部电影曾是2013年泰国人心皆知的票房冠军 故事发生在泰国的都兰男子高中 阴森恐怖的午夜时分,五个年少轻狂的作死高中生 兴致勃勃地来到了闹鬼凶宅鬼梯楼探险 传门房主被人殴打坠楼后,脑僵四溢 楼梯也被鲜血全部染红 而后只要有人来探险,就会在这里无故上吊自杀 红衣少年尼克首当其冲进入鬼宅 阿彪和詹姆斯紧跟齐好 其他两人者站在外面,静候佳音 来到血梯前,尼克坎卡俄谈这里的恐怖传闻 而阿彪和詹姆斯则是站着晶晶,犹如惊弓之鸟 三人顺着血梯一惊一乍地来到了二楼探险者自杀的房间 四处打量后,从楼上看到了一具黑干尸 伴随着一阵狼酷鬼嚎,黑干尸从天而降 阿彪和詹姆斯直接慌红地向楼下跑去 正好与想要进来的两个小弟迎面相撞 听说撞鬼后,四人不管不顾地向外逃 尼克则兴奋地抱着干尸在后面追 由于这次找鬼失败 第二天晚上尼克又约了三五好友到废弃已久的学校禁地探险 据说这里曾有一个学生因考试不满意而跳楼则杀 继续成了学校的冤魂 作死大王尼克根本不信这些 竟然大放厥词,肆意挑衅院里赶快出来 众人慢慢地在走廊挪动 忽然詹姆斯看到有血滴下 抬头看去,一具尸体正好掉在铁网上 害怕的大叫时,其他人也纷纷惨叫着瘫倒在地 可是尼克抬头一看,却啥都没有 偶尼克带领着作死小队直奔顶楼 打开卷帘门后,尼克催促众人赶快进来 突然烂头盔慢慢靠近 吓得众人急忙钻了过去 跑到另外一侧大门准备出去时 却发现大门早已被反锁 烂头盔再次献身 吓得众人连拱带爬地向楼上跑去 此时哭声,惨叫声传遍了整个学校 而尼克,阿彪,詹姆斯三人 则躲在角落里幸灾乐祸地大笑着 为彼此刚才的披针演技相互夸赞着 阿彪和詹姆斯认为 尼克找人假扮的烂头鬼过于逼真 当对方失口否认后 三人才感觉事情不对劲 此时身后传来身影 三人瞬间缩成一团 可是打开门后,里面却什么也没有 就在三人认为是虚惊一场时 阿彪瞬间被烂头鬼 强行拽进了旁边的隔壁里 吓得阿彪不停地求饶 而詹姆斯和尼克直接被吓尿 躲在墙角嗷嗷乱叫 詹姆斯正准备向外充实 却被烂头鬼推出来的阿彪撞倒在地 尼克趁机跑了出去 其他两人紧跟其后 出来之后正好遇到了另外几个同胞 此时小欧突然中邪般地不停抽搐 詹姆斯立马拿出自己的护身符曲鞋 可是却无尽于事 小欧费地表示着自己是癫痫发作 担心咬掉舌头 詹姆斯一狠性把自己的臭脚 塞进了小欧嘴里 此时烂头鬼的恐怖鬼脸又出现在眼前 众人看到后拉开卷帘门慌张逃跑 詹姆斯着脱掉袜子放在小欧嘴里 一拳一拐地眼离开了 追上小队伍后 两个同学不放心 又跑到楼下营救癫痫小欧 而以尼克为首的五人则继续向上跑 但是在铁膜处却又看到了烂头鬼 下来几人翻过铁膜 妈溜地上了楼 就在尼克准备逃跑时 却被烂头鬼一把抓住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那个坠楼学生 他对尼克表示 你不是想见我吗 那就来陪我吧 听到这个下的尼克用力挣脱开 又与同伙向楼上冲去 可是烂头鬼却依旧不依不饶 再次抓住尼克对他一动狂虐 消失在漆黑的楼道 阿彪拿着鞋子扔去 可鞋子却直接沿路返回 打在詹姆斯脸上 几个回合后 烂头鬼突然出现 掐住阿彪的脖子后 重重摔在地上 尼克突然冲出来 给了烂头鬼致命一脚 然后五人继续向楼上跑 却从铁门后 看到了一个凶声恶唱的女老师 五人表示 这里闹鬼 希望留下来陪女老师一起直播 女老师答应后 带着五人来到了一间教室 将门锁好后就离开了 五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教室里 寻找着光源 突然听到开锁声 以为是女老师开门来了 便来到门前叫嚷 可是门打开的瞬间 看到的却是烂头鬼 五人惊恐的向后躲闪 烂头鬼慢慢靠近 却并没有伤害五人 而是坐在旁边休息 另一边的两个同学 也顺利的找到了小鸥 还被小美老师带到了办公室休息 叮嘱三人 待在房间里别乱跑 这时沙姆老师过来 叫走了小美老师 小鸥突然想起了 来这里探险之前的座谈会 当时尼克署学校之所以闹鬼 是之前一名高三学生 考试失败后醉楼所引起的 而小鸥听到的传闻 却是老师弄杀学生而闹鬼 只要是月残之夜就会看到那个怨灵教室 在大楼里游走 为了验证鬼老师的存在 尼克提议来这里探险 而今天正好是月残之夜 小鸥认为小美老师就是那个怨灵鬼老师 并决定离开这里去找尼克等人 此时尼克这边大家正在集体休息 詹姆斯突然看到烂头鬼在自己眼前 赶紧叫醒阿彪拿起枕头偷袭 其他人被吵醒后也开始四面攻击 四大过程中尼克一把拽下了烂头鬼的假发 得以忘形地表示 鬼都是假扮的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这时詹姆斯一抬头看到了墙上的遗像 正是刚才那个凶老师 原来这个凶老师已经死去 尼克还从年纪名册里看到 由于老师间的斗争 导致庶民老师惨死六年纪五班 而这里正是六年纪五班的教室 这时外面传来悄蒙声 正好是小欧三人 看到凶老师走了过来 吓得赶紧躲了起来 凶老师打开门再次黑化升级 用力掐住一个学生的脖子 小美和沙姆老师正好走过来 劝凶老师停止报复 凶老师直接推开学生 拿起桌子攻击两人示威 学生们赶紧趁机逃跑 刚爬到教室门口 就被凶老师堵在了楼道 大喊跟我一起下地狱吧 一个也别想跑 突然阴风大作 所有人无力反抗 等再次醒来 却发现身处于陌生大楼里 还莫名守了一个伙伴 阿班 而后开始在通道慢慢寻找 穿过一道门后 看到了写着都兰高中的牌匾 这正是他们的学校 这时小美和沙姆老师出现 安慰道会救大家逃出这里 凶老师再次献身 凶手扼杀地说道 谁也别想走 还把阿班拽出来 推下了楼 沙姆让所有学生赶快离开这里 而这群学生却总是被白衣鬼学生纠缠 为了舍掉白衣鬼 詹姆斯再次现身 让同胞宠他脚上吸食鲜血 吐到烂头鬼头上 假装鬼去吓唬那些白衣鬼 结果成功吓跑了白衣鬼 慌张逃跑间 众人闯进了一间教室 小美老师正在上课 凶老师突然闯进课堂 还把所有学生全部轰走 这位小美是否和沙姆老师谈恋爱 沙姆老师进来后表示 都是我的原因和小美无关 你脾气暴躁 没有人会喜欢你 凶老师一气之下拔出匕首 杀死了小美 沙姆老师上前阻止时 也被凶老师无意捅了一刀 沙姆刚拔出刀 凶老师直接冲过来 三人一起驾喝西游 此时所有学生才明白 三个老师都已化成鬼 刚跑到大厅 就被凶老师堵住了去路 在原路返回时 又被白衣鬼学生围堵 前后夹击给所有人的头发 做了一次免费证刑 詹姆斯还被凶老师 虐成了大罪王 逃到门口时 妮可直接被凶老师 强行拽了过来 想要掐死他 其他人纷纷上前祈求 这时小美和沙姆老师出现 劝解道 这些学生没有得罪你 应该放他们离开 可凶老师却认为 是小美让自己受这样的罪 无论如何 都要让这些学生一起陪葬 这时沙姆老师说出了事情真相 原来当年凶老师上课晕倒后 被沙姆和学生一起送到了 医务室后就离开了 后来桑巴老师偷偷前进医务室 而凶老师一直认为 自己怀孕是沙姆老师所为 做了坏事不敢承认 还和小美关系亲密 其实桑巴老师才是罪魁祸首 后来凶老师带着怨恨 杀死了沙姆老师和那些鬼学生 众人跪地唱笑歌 祈求原谅 小美也表示 你是个好老师 学生们都知错了 就原谅他们吧 同时也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凶老师看着眼前这些 被自己杀死的学生鬼魂 和唱着笑歌的学生 松开手放下来妮可 也放了所有学生一条生路 众人离开后 凶老师慢慢消失在空气中 大家刚走出教学楼 烂头鬼就表示 我是鬼 我属于这里 其实你们刚进来的时候 我就想吓唬你们 离开这个鬼地方 没想到你们不仅不害怕 还一路闯到了这里 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真的是鬼 鬼学长的真正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这群学弟 后来沙姆老师委托众人 把六年级舞班的照片 拿到寺庙烧毁 第二天大家来到寺庙 完成了沙姆老师交代的任务 扎姆斯表示 很想念鬼学长 结果鬼学长的魂魄 真的来到了现场 众人看到鬼学长后 拔腿就跑 而看到那些相册被烧毁 鬼学长也安心地离开了这里 好了 今天的解说到此为止 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 关注并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